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人懒洋洋很容易累 就连睡觉起来还是觉得很累呢 而且可恶的是也没有什么大吃大喝啊 但身上的肥肉怎么甩也甩不掉 美国的营养博士称这个现象为半死半活症候群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身体在发炎 其实这是现代人平日做习和饮食习惯息息相关的 那要如何恢复全健康的状态呢 今天在节目里一起学习摆脱半死半活症候群的方法吧 你好 欢迎收看9月1号的夏日记事本 我是林佩颖 来到9月咯 时间过得真快 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以下的症状 比如说都已经是睡到10点11点了 起来的时候你就 我这里痛 我那里痛 不知道怎么样 我很累 然后有人找你吃饭就说 我不想吃我没胃口 但是那个体重越来越胖 有虚胖的那个现象对不对 然后呢家里的家屋又不想做 这时候呢 你的那个婆婆或者你妈妈或者你老公就说 你懒 其实真的是懒吗 你可以告诉他说 你知道全世界有80%的人都有这个症状吗 我也不想的 到底有那什么症状呢 那其实你就是有那个半死半活症候群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了解这个那么可怜的病 好 把我们的今天这位嘉宾请出来 他应该是快要昏倒了 好 把他请出来 他是中医师林子民林医师来自台湾的中医师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你好 就是那个症状 我刚刚形容的有没有好 对 很贴切 很贴切 一扒过去 大蓝虫 其实不是 我们要讲的是半死半活症候群 但是为了这个话题 我上网找 然后好像找不到很多资料 这个名词 然后我想要翻译 然后陈英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就是Half-Date-Syndrom 又好像没有这样的字眼 到底是谁发明的 这个半死半活症候群 它是一个新的名词 它是一位美国营养学博士 他所提出来的 其实它是在讲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 叫做亚健康 亚军的亚 亚健康 这亚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 就是说我们大概只有5%的人 是完完全全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叫做健康 另外只有15%的人 他是真的生病的需要接受治疗 大部分的人 80%的人都算是亚健康的状态 所以这跟我们一般的理解说 我们不是生病 不然就是健康的观念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处于灰色地带 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的一些公司的老板 比如说你的员工在ICMC的时候 其实他蛮可怜的 他是80%的人你知道吗 他很可怜 他身体出了一些毛病你不知道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ICMC就半死八活症群 他是一个营养学家 美国的营养学家去发现 有这样子的一个一群人 有这样子的毛病 就是亚健康 他的那个症状是什么 他的症状很多元 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细胞 他可能是循环代谢出问题 可能是营养补给 没有跟上 所以他没有发挥正常的一个功能 那可以从 如果这样子分乱的讲的话 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 从五脏为中心这样来分析 比如说如果我们肺的功能不好的状况 可能就会呼吸不太顺畅 经常会觉得胸口闷 要深呼吸一下才会觉得比较舒服 我有 有时候就是 这样子 对 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呼吸不太顺畅 因为我们肺的细胞 脂气管细胞 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如果以循环系统来讲的话 循环系统 我们可能一到下午的时候 会觉得说 下肢非常的沉重 因为循环不良 所以到下午的时候 我们的下肢可能会有点水肿的现象会比较明显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们走路就见不如飞 但是就是那个下午之后 他可能是拖着那个步骤的 自己也会有感觉得到那个 是因为下肢的那个水分 就滞留在那边吗 不好 对 OK 那我想知道那个 我要怎么知道我是到底我的腿真的是胖 还是它其实是真的水肿 有没有方法可以验出来 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在这个内怀 我们脚的那个内怀 内怀往上那个骨头的周围跟它压下去 那既然我们的摄影棚现在可以让我们站 我们稍微站出来好吗 我们的摄影棚就是 这边示范一下 所以我的脚原本就是胖 所以呢 我们请您医师来示范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个内怀这个地方往上这个骨头 那我们可以压下去 那这压下去会有点痛 对这个会有点痛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 经络循环的地方 肾经 所以会有点痛 那如果它马上就浮起来的话呢 那一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呢 已经一段时间了 它还是呈现一种凹陷的状态 那就有一个水肿的现象 所以就是要那么用力的压吗 对对 要有一点力道 就是压下去 然后它一直还在线在那边的话 就是你是水肿 就是那个下肢的那个 那个循环不好 对 那我看起来还好吗 刚刚这样子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它马上就恢复了 所以那人说我的腿是实质的胖哦 它不是水肿 不会 OK好 所以就是那个下半身 下午之后会有比较就是那个虚胖 就是有水肿的问题 那是第二个 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肝细胞没有办法 很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 这一个解毒的部分 就会有一些状况 我们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的内毒素 它的内毒素 就会造成我们营养吸收的一个障碍 这些激素 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正常的功能 在我们中医来讲的话 这一方面我们就是 可能就是叫做有点虚热 现代人满多有这样一个问题 虚热 对 OK 在表面症状有没有办法看出来 表面症状一般我们是可以通过 眼睛是最直接的 因为肝开窍于目 肝开窍于目 我们看一下它眼睛 血丝分布的状况 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 有神或者是没有神 这样子 所以眼睛就可以看到一个人 就是他的眼白部分 看他有没有神 然后有没有很呆滞的 对 有没有昏昏郁睡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刚刚有昏昏郁睡罪被你那个医牙之后 整个人都醒过来了 好 那其余的呢 比如说一个人整个人 就是他走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 他有没有毛病 他整个那个神情 一般的话中医诊断有四个 叫忘闻问怯 那刚刚你提到说 我们一个人走出来 可不可以看到 是可以的 这是忘诊 忘诊 忘诊刚刚我们有谈到 有神或没有神 有一个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白色 同样都是白色 白色的话 鹽巴的白色跟那种 天鹅羽毛的白色 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这个就是中医比较哲学 需要理解 然后又发挥想象力 就那鹽巴的白 就是真的是白而已 就死白 没有生命力的那种白 鹅毛的白是亮白的 所以一个死白一个活白 我们看一个人有神没神 也是这样子判断 所以我去广告之前 到底我是死白还是活白 目前这样看起来的状况呢 都算是天鹅的白 谢谢你再给脸 好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来到夏季室本 虽然国庆日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 就是可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庆祝方式 那小朋友什么最开心呢 就是因为有一大堆朋友 不晓得你还有没有保留着你小时候 跟小朋友玩的一些漂亮的照片呢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欢迎所有的马来西亚的人民呢 都可以把它上传到这个社交媒体 然后在上传的时候 记得 Hashtag Yinimalayshigita 告诉我们你和小朋友的精彩故事吧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所谓的ICMC就是半死半活症候群 对不对 那想要问就是 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半死半活症候群 或者是亚健康症 是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现在生活的环境 环境的污染是一个蛮关键 包括空气的污染 现在这几天沉害蛮厉害的 水源的污染 食物的污染这些都是 或者是他个人的生活作息 不正常 少运动 睡眠不佳 或者是他有一些特殊的嗜好 比如说像这个抽烟的嗜好 想他喜欢把头摘到那个 割酒的嗜好 对 这个图真的找得了 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到底是香烟在 你在抽香烟还是香烟在抽你 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喜欢抽烟的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 说的也是 你以为你在享受 但是慢慢的 到底谁在伤害谁还不知道 对不对 好这就是你准备的很可爱的这张照片 但是我也知道听说 环境的荷尔蒙还有环境的污染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无可避免的 就是真的是生活在一些充满污染或者是 比如说经由皮肤去吸收的一些毒素 有时候如果没有办法把它排出来 也会有这个症候群对不对 对 因为它可能就是会代替正常的一些营养素 跟我们的细胞先结合 让我们的这个营养没办法进入到我们细胞里面 细胞它处于一个缺营养缺氧的状态 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半死半活症候群的现象出现 环境污染跟环境荷尔蒙也会有一些伤害 比如说我们食物的容器 我们生活的一些环境 比如说一些房子里面的油漆 或者是我们用的一些器皿一些塑料 其实它也会慢慢地散发 比如说一些化妆品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添加的一些环境的荷尔蒙 也是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对吗 会 所以有一些女生她说 这个保养品过期了 不要拿来擦脸 可是丢掉有点浪费 我拿来擦脚 擦脚保养一下脚的皮肤 不是这样吗 也是不行 因为它这样子也是精疲吸收 那些毒素 界面活性剂 这些不好的东西 也是会在我们的循环里面 所以那个保养品 如果真的是过期的 真的是不要用就不要用了 不要因为说不能擦脸 但是你擦皮肤 但是它结果它还是会吸入我们的 精疲吸收 OK 那我们知道了 所以我想问 如果是中医来对付这个 就是半死半活症候群的这样子的一个病例的时候 我来到你通常会做些什么 怎么样的一些诊断跟治疗 诊断刚刚也提到我们望闻问切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用看的 有没有神 或者是病诸于内行诸于外 所以我们可以用看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用闻的 听声音 闻味道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异状 再来就是说用问的 直接用问的 哪里不舒服 有什么现象 因为半死半活症候群 它涵盖的范围太大 它不一定每一种症状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用问诊的方式 直接找到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 对症下药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切诊 用摸的 摸摸看这个皮肤的温度 或者是直接用把脉的方式 把脉 好像刚刚就是我们的灵医师 帮我们去 帮我去按那个脚 也是其中一个 那个是触疹 对 那个是触疹 对 对 光闻问切的切疹 对 如果真的是诊断出 它有这个半死半活症候群的 其中一份子的话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常常就去脚底按摩 刮纱拔罐 他们就说 这样子就长期的一个保健 真的是好像是对这个有疗效 是真的这个样子吗 这个可以达到一个 舒缓全身肌肉的一个效果 可以疏解压力 因为半死半活症候群 它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压力 男女之间情感上面压力 经济层面上面的压力 然后你刚刚讲什么 经济层面上面的压力 压力好大 OK 好 了解 然后学童课业上面的压力 这一些 这些我们如果适时地通过这样子的一个 按摩的方式 或者是刚刚我们讲的拔罐 推拿这些方式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我想要问一下 有哪一些人是不可以经常拔罐跟刮纱 有没有哪一些特定的人 因为刚刚你说它是在某一个方面 它其实是可以做到一个舒缓的 但是哪一种人 真的是不能去做拔罐跟刮纱 就是通常它皮肤可能会有一点过敏 比较容易过敏的人 或者是它比较容易出血 经常身体动不动就 这个好像瘀青 莫名其妙瘀青 那一种叫子垫 这种人也不太适合来做拔罐 刮纱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 为什么 它是容易黑青 对 容易出血 就表示它的这一个血管 柔韧度不够 出了血之后也不容易止 所以这样子就不太适合做这样子方面的一个治疗 OK 在中医上面 其实我们的中医师今天有带到一些据事 比如说我们可以喝的一些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调好的 不过在那之前 你告诉我们说 一些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也是很重要 对不对 比如说有一个蔬果357 对 你刚刚有跟我们分享的 蔬果 这是台湾国民健康局的一个提倡的方法 叫蔬果579 不是357 579 579 Oops OK 好 这个是说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六岁以前的小朋友 吃蔬菜每天要吃三份 水果要吃两份 3加2就等于5 六岁以上的学童跟少女还有成年女生 一天要吃四份的蔬菜跟三份的水果 加起来就是7 那最后呢就是少年跟成年男性 一天要吃到五份的一个蔬菜 还有四份的水果加起来就是一天 那一份蔬菜大概是100公克 一份水果大概是150公克 也就是换句话说成年男性最佳的状态就是一天要吃到一公斤的蔬菜或水果 哇 那真的是蛮多的 光是吃这个然后就吃不下其他的那个垃圾食物 比如说零食啊这样子 那其实身体也会慢慢的变成健康嘛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你要更健康的话 其实这边有一个饮料到底它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们休息一下 在第三个环节来跟你分享 欢迎来到下的吉时本 这时候我们要教大家做一个养生饮吗 是 它的名字叫做 养生宝肝饮 养生就是西洋生 对 西洋生 好 主要的材料是 六克的西洋生 西洋生 在这里 六克的西洋生 对 西洋生六克 好 在这里 西洋生如果大家不会的话 认不出来 因为有很多什么 泡生啊 阳生啊 不会的话 方法很简单 你去药材电问就对了 对 它会直接告诉你 OK 西洋生六克 它可以益气 然后它益气的部分又不像人参这么脏 不像那么热 它是有一点清虚热的作用 所以我们会选择西洋生 OK 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用五味子三克 五味子到底是什么啊 五味子它饱肝的效果呢 蛮好的 它可以滋阴 OK 所以它是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很像那个Berry 对 它是五味子呢 就是如其名 五种味道都有 酸苦甘鲜鲜都有 以酸为多 好 这样吗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枸杞子 枸杞子我们用六克 行了 我先醒了 OK 狗鸡子 其实它是明目的对不对 对 它也是从肝方面下去 达到明目的作用 对 狗鸡子 OK 狗鸡子在这里 最后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下这个麦门冬 麦门冬又是什么东西啊 麦门冬呢它也是可以 滋阴 清肥热 所以就是很简单就四个材料 对对 需要开水去煮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很方便煮开的开水呢 我们用保温杯 对 保温杯呢 然后 然后我们的这个药材呢 直接就放进去 倒进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直接倒进去 对 倒进去 当然是要洗一洗嘛 对不对 那平常药材买回来 对不对 如果我们用冷水稍微 稍微过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洗得太仔细了 OK 所以就这样子 早上很多人他们喜欢就是一大壶 像是我这样子的话 一大壶的咖啡然后待在身边 然后就喝一整天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半死半活 最后的群人稍微会换一下口味 那其实就弄这样子的一个 酸酸甜甜蛮好喝的 对对对 它泡多久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喝了 所以这个我们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 这个干杯 好 先闻一下 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好 可以加蜂蜜吗 如果我真的是想要让小孩喝的话 也可以 那本身甜味就够了 因为我们有加了狗鸡籽 好喝喔 所以就是喝完一整壶 身体就万事如意了 就是身体健康了吗 健康它是一种动态的变化 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维持 所以这个可以经常喝 这真的是很好可以是每天喝长期喝 然后可能就是泡了一泡之后 还可不可以再加泡 可以再回冲 可以再回冲一次 直到它没有味道 基本上回冲一次 那个效果跟味道就差不多了 OK 就是每天大概喝个一整壶这样子 其实那个喝这样子的一个价钱也不是很贵 是吗 如果你觉得价钱有点贵的话 西洋参的部分当中 西洋参它的价格稍微不亲民 所以我们可以用三克就好 三克就好了 OK那我想问就是女生生理期的话可以喝吗 然后如果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也可以喝的这个 可以吗 这个是算是蛮平和的 它不是治疗的量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样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以当成是保健的一个饮料来喝 OK所以大家学到咯 就是西洋参 五味子 枸杞子 还有麦门冬再加上热水泡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既然来了就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讲水是最好的药 因为空气污染我们可能超支在我的部分不多 我们没办法去控制 但是饮水药我们要喝什么水我们自己可以选择 那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家里面不是自来水打开直接煮 这样拿来喝 大家都不敢 不敢 一定家里面会有过滤设备 饮水机 但是如果经常喝到一个纯水 饮水这个纯水它可能水里面的这些矿物质缺乏 身体的细胞可能也是会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什么这样的纯水呢 纯水就是里面完全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那就是表示说它矿物质都没有了 对 因为它过滤的过程当中把这些矿物质为量元素也都一起过滤掉 那另外有一种叫电解水 电解水其实我们也不建议经常喝 因为它是日本医院里面专用的 那要喝多少的量呢 需要有医生专业的诊断之后才可以 不是家里面我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这样胃呢可能长期下来会有点问题 真的 所以那个家里有电解水的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说我到底要喝多久多少量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们这个过滤之后它有添加了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的 这样子呢让水变成小分子跟微碱性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很适合 你这样子等一下再清楚讲一点就是比较健康可以长期喝的水是 就是说它过滤之后 它有再另外把这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加进去的 所以可以在市场上找到的这样子的一些 像我们医院呢也有考虑说要引进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来给患者使用 我知道在我们生活里面油也是很关键 到底要怎么吃健康的油 到底要怎么样喝健康的水 真的是很关键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每天在吃的一些东西 空气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摆一个空气过滤区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往外跑嘛 所以真的是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 真的是不简单 尤其在一个现代的社会 对 要不断的投资 对 那如果真的是有病了 真的是这里痛哪里痛 大家可以喝一喝这个阳森宝甘饮 好 今天我们分享谢谢我们的林医师上来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你的专业知识 谢谢你 谢谢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了 好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阳森宝甘饮的话呢 大家可以守住我们八度空间的这个 呃 我们的面子书 我们会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呃配方 到时候会上载到那边去 或者是Fabulous Ling Ling 我的这个面子书都可以 好 再次谢谢我们林医师 谢谢 谢谢 明天谈完的时间 希望你守着下集市本 这时会要跟你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好 未经许